他真的获得FDA批准了吗? 第二部分 以下是关于FDA如何努力保护公众健康的十个事实 FDA将皮肤填充剂作为医疗器械进行监管 皮肤填充剂是一种注入皮下的凝胶状物质 可以使嘴唇、脸部或手背看起来更光滑或更饱满 FDA建议您与有执照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合作 他们在注射皮肤填充剂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对填充剂解剖学病发症有了解 最重要的是 在接受这种医疗程序之前 他们会告知您风险和好处 要注意 FDA还没有批准可注射硅胶或任何可注射填充剂 用于身体塑形或增强 不存在被FDA批准的顺势疗法产品 包括顺势疗法咳嗽和感冒产品 顺势疗法产品通常标有顺势疗法一词 并包括按稀释度列出的成分 例如 EX 6X 2C 因为顺势疗法产品还未被FDA批准用于任何用途 他们没有被证明符合FDA的安全性 有效性和质量标准 FDA鼓励临床试验的多样化参与 临床试验的参与者应当代表将使用医疗产品的患者 在临床研究中 女性、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其他不同群体的代表性往往不足 如果您认为临床试验可能适合您 请资讯您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FDA要求制造商在食品标签上提供有用的营养信息 让健康饮食更容易 FDA要求在2021年之前更新营养成分标签 这些更新包括用更大更粗的字体列出每份食物 更新每份食物的分量 把卡路里标注为更大字体 更新每日摄入量 创建一个添加糖行 以及在所需的营养成分中作为一些额外的改变 我们还在探索其他方法 以确保消费者对食品包装有更多了解 例如要求在包装正面提供某些信息 并在企业可能声称食品健康时进行更新 FDA不给药房颁发许可证 包括网上药房 一些药房网站是合法经营的 但其他网站则销售未经批准 假冒或不安全的药品 抽出了国家许可药房遵循的保障措施 在网上购买药品时要谨慎 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 请访问www.fda.gov 斜杠BizarreFerx FDA监管动物食品和药物 你知道FDA监管动物食品 包括宠物食品和牲畜饲料 以及让这些动物保持健康的药物吗 超过一万两千名高素质的科学家在FDA工作 FDA科学家的研究 科学活动和发明 对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了保护FDA项目和运营的完整性 FDA员工必须遵守一套强有力的道德要求 以确保他们在工作任务中没有利益冲突 FDA的决定以科学为指导 以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为重点 FDA监管血液和血液成分的采集 这包括用于输血的血液和血液成分 以及用于生产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产品的血浆 FDA建立法规 向血液机构提供建议 并审查他们的应用 以帮助确保血液安全 并保护血液和血浆献血者的健康 FDA还监管用于采集血液和血液成分 以及输血药物的设备 包括血液采集系统 输血传播传染病筛查测试 并原体减少技术 以及血型和相容性测试 mRNA疫苗在获得FDA授权和批准之前 是根据在NIH进行的数十年科学研究开发出来的 几十年的医学研究带来了mRNA疫苗的开发 在1961年 科学家们发现并开始研究mRNA 在21世纪初 一项实验室突破表明 修饰的mRNA可以安全地向细胞传递指令 2016年 科学家们开始合作设计 一种使用病毒mRNA的通用疫苗 研究这种设计是为了保护人们免受新出的病毒 例如尼帕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侵害 2020年1月 科学家们迅速从其他病毒疫苗的研究 转向关注一种COVID-19候选疫苗 如果你对FDA监管的产品有投诉 FDA希望倾听你的意见 FDA提供了几种报告投诉的方法 消费者可使用的两个主要报告系统 是消费者投诉报告系统和MedWatch 请访问www.safetyreporting.hhs.gov FDA再次提供一系列试试 您可以与您的社区和所爱之人分享这些信息 助我们一臂之力 请访问fda.gov斜更rumor control 了解更多信息 感谢观看